反正那天我就已經遲到了 所以我就趕快從我家拿了鑰匙 拿了皮包 拿了錢 拿了悠悠卡 然後就走出我家的房門 趕快到樓下去騎我的十多年的摩托車 馬上就上路了 那天好像他們是約在... 應該是東區那邊一家餐館吧 其實男生遲到就... 真的沒有什麼好說 男生遲到非常慘 就是你一定會被大家罵得體無完膚 然後你可能最後還要付那一餐的錢 反正就很慘啦 所以就還蠻緊急的一個情況 所以我就趕快騎車走 然後我一邊騎我就一邊在想說 要走哪一條路的速度會比較快 所以我其實那個時候當下騎的時候 我是沒有一個... 就沒有特別想什麼事情 就有點像是那個自動駕駛 Autopilot的樣子在騎車 然後... 結果騎到一個那個... 算是一個蠻小的一個路口吧 然後那個紅綠燈就變成紅燈了 所以我就馬上就停下來 然後... 腦中還在想說 我到底等一下... 等一下我到第幾個紅綠燈的時候 我要右轉 然後走那條小路然後左轉 然後接下來再到那個另一個地方 然後我接下來到那個另一個地方 我要怎麼樣怎麼樣走 會比較快 結果等到我回過神來 我已經停在那個路口大概... 兩到三秒鐘 然後我這個時候才發現... 欸... 這個路口其實很小欸 而且那個...那個時段啊 其實我們那個路口就是一般很... 很小巷子的一個路口 然後那個裡面... 其實幾乎沒有什麼人車啊 然後...那邊之所以也會設一個紅綠燈 其實是給那邊的行人過馬路用的 所以... 平常那邊其實是沒有什麼人車 所以我... 當下我就忽然... 忽然想說欸 要不要... 還是我現在就... 加速 然後... 我就可以... 我就可以直接... 過那個路口 我就可以省掉一個路口 可是那個時候我另一個... 另一個想法就是 我已經停下來了 難道我現在就是... 你知道那種感覺嗎 就是如果你... 你本來在闖紅燈之前 然後你就... 本來速度就很快 然後你就可以這樣直接... 直接闖過去 就一個是準備好了 然後... 但是當下我已經停下來了 我是一個沒有準備好的狀況 可是我又很趕時間 所以我就... 進入一個很奇怪的 心理的一個掙扎 就是我到底... 如果我遲到 我當然是不想被罵嘛 被罵又會被罵得很慘 所以... 我如果說我現在... 繼續待在這裡 我可能會遲到更久 遲到更久 也許我過了這個路口 我就可以趕得上那個... 那一趟的時間 可是如果我一直待在這裡 搞不好就... 就差了幾秒鐘 也許就... 就有時候就差了大概五分鐘到十分鐘 那... 我往四邊看很奇怪 也都...都沒車 也都沒人 它是一個很安全的一個路口 但我當下就是一直... 拿不定主意你知道嗎 當下我真的不知道我到底... 該不該... 闖過那個紅燈 你們覺得咧? 其實我後來沒有闖那個紅燈 因為主要原因是因為懶 我這個人其實有點奇怪 就是... 我只要一停下來的話 我只要一停下來 我就不會... 我只要一停下來 我就不會... 不會想動 你知道嗎? 所以如果說我之前 我原本就是打好主意 我要闖過那個... 紅燈的話 我可能就... 真的會闖 那當然是安全自上 而且這種行為不鼓勵 這種行為絕對是錯的 所以大家不要學習 但是呢 就是... 如果我已經停下來 我真的已經懶了 就是... 就我也不知道 我就是很懶 然後就是... 我會把腳放下來 放下來以後就... 如果你要我現在忽然 把腳再抬起來 然後闖過那個紅燈 我實在辦不到 那... 其實還有第二點就是... 我這個人其實這一點很蠻奇怪 就是如果你已經... 覺得說你已經要遲到了 其實我通常是不會急耶 因為有些人是說 喔... 我可能要遲到了 那我算一算時間 我可能會遲到5到10分鐘 然後那個時候 他們可能開車啊 或騎車 會覺得很不好意思 就是... 要讓... 要讓別人去等嘛 但我這個人就是... 這... 這到底算是一個壞習慣 還是好習慣 我也不知道 但他就是覺得說 既然我已經遲到了 然後那我就乾脆就跟... 大家說欸...我會遲到 然後我就用我自己的步調 慢慢的... 到達現場就好了 我也不需要急 不需要趕 如果人家等的話 我就會跟... 那個人說欸... 沒關係你就... 先找個地方晃一晃啊 你滑個手機 或是什麼啊... 如果我... 太晚到呢 你們可以先點菜 你們先吃嘛 我其實是不會... 不會太在意啦 然後因為我... 我就覺得說 大家都已經到這個年紀 就是... 大家多多少都有... 都有遲到的經驗 所以... 如果說我為了... 為了... 付這個約 然後... 太趕的話 如果不小心... 出了車禍 其實大家也... 覺得... 覺得不好嘛 對不對 當然有些人會覺得說 這些都是藉口 你為什麼不早一點出門 那就真的... 欸我也不知道 我也沒辦法 沒辦法 為自己開脫了啦 總之呢 那個路口那一次 我是... 就沒有闖紅燈啦 因為真的... 好啦就懶惰啦 我就是一個非常懶惰的人 好啦... 嘿... 你現在收聽的是張靖維的頻道 今天的... 時間是2020年 6月... 19號 星期三 晚上的... 11點... 39分 大家這一週過得好嗎? 這一週啊... 這週不知道為什麼欸 我這一週一直有一種那種 中暑的感覺 就一直被那個太陽曬到 然後每次都曬得混混沉沉的 有時候出去只是走一下路想說 應該還好吧 而且... 現在... 風也比較大了 沒有像之前那麼難受 我原本想說應該... 應該這個天氣還算不錯喔 結果... 結果每次我走了一兩下 然後就有一種那種很中暑的感覺 然後就需要趕快到一個很涼爽的地方 然後好好的喝上幾杯水 不然就會覺得特別的... 特別的痛苦 但我也不知道啦 就是這個天氣有時候 是不是... 是不是我的身體其實真的很不好啊 雖然我知道我的身體就是真的 的確是蠻不好的 但... 我也不知道 不過我們今天就是... 剛剛是一個... 是一個關於交通的抉擇喔 交通喔... 其實... 其實在台灣啊... 就是... 如果你趕時間的時候啊 如果你開車或者是騎車趕時間的時候 我真的建議大家就... 就... 就算了啦 不要那麼急 因為台灣的交通真的是... 世界數一數二的可怕 我現在... 我現在就是如果在國外看到那個... 就是交通這件事情啊 其實只有幾個地方 我目前... 我沒有去過太多國家 但是... 目前... 大概就只有幾個地方的交通 可以跟台灣並駕騎去啊 或者是甚至更早啦 像我在那個... 像那個... 菲律賓啊 或者是... 印度啊 然後或者是... 我去那個... 伊斯坦堡的時候 也是覺得他們那邊的交通 就是蠻可怕的 但台灣的交通就是... 有一種很... 很... 其實是還蠻特別的 因為他的那個... 機車的密度非常高 然後... 這樣的景象啊 其實跟... 跟在國外都不大一樣 雖然說在那個... 東南亞國家 他們也有機車 可是那個機車長的樣子啊 或者是... 他們那個... 車型的大小 是... 有... 有一般的機車 然後也有那種... 一般的機車後面又加裝什麼 然後又加裝什麼 然後又加裝什麼 然後就變很多 三輪車 步步車 嘟嘟車之類的 就其實那個車型 跟台灣的那種... 就是... 台灣就是一種... 極端的兩種嘛 要嘛就是... 呃... 極端的就是... 要嘛就是... 小房車或者是巴士啊 或者是那種... 九人坐的 或休旅車 不然就是那種... 就是... 單人騎的那種... 機車 然後可能頂多就載一個人 他們有那種... 中間的... 偶爾才會出現那種... 什麼... 我也不知道... 就剛剛... 那種... 回收的那種... 拖拉型的那種... 三輪車 對... 反正... 但是台灣的交通真的是很亂 我也有時候在台灣... 會看到一些就是... 其實... 會覺得很扯的事情 就關於交通真的很扯的事情 我上次... 有一次應該是... 在那個... 那條路是什麼路 復興北路 那天... 那天在復興北路... 就是... 回家的時候 我在路上看到一個... 就是... 很扯的事情 它不算是車禍啦 好啦也算是車禍 但... 讓我來... 慢慢跟你們講 反正就是有一台車 有一台... 黑色的兵士 它... 它... 半邊輪子就是停在那個... 大家知道那個復興北路 復興北路就是... 它的那個人行道現在... 後來拓寬變很寬嘛 很多人覺得很不爽 然後... 它有... 靠近... 靠近道路的這邊 人行道靠近道路那邊 有一條那個... 柏油鋪好的那個... 腳踏車車道 還蠻寬的一個... 很漂亮的一個腳踏車車道 然後接下來才是那個... 路嘛 然後我就看到一台黑色的兵士啊 它... 半邊的輪子是停在那個... 腳踏車道上 然後半邊的輪子是停在那個道路上 所以它斜斜的停著 就是它想要... 臨停在那個... 紅線的地方 但是它又怕說... 會阻礙到交通 所以它就... 直接開到那個... 人行道上這樣斜斜的 直接... 停在那個上面 我... 我自己是覺得啦... 雖然它是... 好像... 看似就是讓出一半的... 一半以上的道路給... 底下開車跟騎車的人 但是... 你知道看到那個畫面 你就會覺得... 這個人真的是... 我也不知道耶... 就是... 這樣的決定其實還蠻妙的... 然後反正我那天就是... 騎那個U-bike 或是租了一台U-bike 然後騎一騎 然後就... 發現它有一半的車子 就... 擋住那個... 腳踏車轉用道 然後其實我當下就會覺得... 有一種... 路權被侵犯的感覺 那感覺真的非常的奇怪 所以反正我就停下來想說... 哇... 這個是奇景... 我... 照一下... 照一下... 我之前就是有跟... 朋友好像去哪裡的... 時候也是... 就是... 因為那邊的那個... 人行道很寬嘛 然後有一台車就直接停在那邊 然後我們就... 站在那個... 車頭... 然後我們兩個人就拿那個... 照相機出來照... 前面照來照不快去照他的車尾... 然後... 其實我跟... 我的朋友也沒有要... 也沒有要檢舉或什麼... 但是... 我同學那個時候說了一個很有道理的事情 他就說... 這個就是... 做做樣子 讓他心裡稍微... 揪一下... 或緊張一下也好... 那反正我那天在那個... 父親北路也就想說... 好... 這種... 賓士車... 黑賓士... 沒關係... 我就照他一照... 反正照相不放法... 不犯法嘛... 呵呵... 如果你叫我刪掉我再刪掉就好了... 呵呵... 不要那麼派喔... 呵呵... 好... 反正... 反正我就是正準備照相... 照相的時候... 然後我就沒有... 我其實沒有看到... 事情發生的那個經過... 然後... 正當我就拿出手機開始滑的時候... 我還沒有... 我還沒有照... 我就等一下... 砰一聲... 然後我就... 轉頭就看到... 有一台那個... Fu Panda的... 那個... 外送員... 已經倒在地上... 然後... 很明顯... 就是他是倒在那個... 賓士車的... 後面... 然後我其實覺得奇怪... 就是... 欸... 照理來講... 我們不會就是... 直接騎... 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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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沒看到那台賓士就撞上去... 反正... 我看到的時候... 那個Fu Panda已經倒在地上... 然後... 就是... 一臉猛樣... 他整個傻住了... 就... 眼神有點患散這樣子... 但是他是一個... 應該是一個中年的大叔吧... 所以他就... 反正倒在地上... 一臉... 無辜這樣看著那個賓士的車尾... 然後... 我沒有看到那個... 事發的當下... 到底是怎麼回事... 但我繼續看的時候就發現... 那台賓士車... 那個... Fu Panda的... 機車已經倒在他的車尾... 然後那個人倒在... 就是... 機車夾在那個賓士車跟人的中間... 然後我發現那個賓士車還繼續倒退... 我看到真的嚇傻... 然後就是... 那個賓士車... 倒退的速度很慢... 所以他就把那個機車這樣... 稍微這樣推一下... 然後...就是那個... 會出現那個... 機車的那個... 那個... 那個叫什麼... 反正... 機車側面不是都是用那種... 樹缸或什麼的... 他就已經出現... 嘀嘀... 這樣的聲音了... 就是... 壓到的聲音... 我快嚇死了耶... 我就趕快從那個... U-Buy... 差點要跳下來... 然後趕快去... 想要去敲那台賓士... 然後還好就是... 另一邊有一個... 騎機車... 因為看到... 那個... 大樹已經倒在地上... 他還趕快... 就是到前面去... 試井... 這樣子... 跟那個... 賓士車裡面的駕駛駛駛... 然後那個時候... 就是賓士往後退那台上... 你知道嗎... 我看到那個... 倒在地上... 那個... 浮盆的大樹啊... 他一開始... 就是... 當然你臉... 就是... 嚇傻了嘛... 怎麼會撞到... 然後... 可是... 就是那個... 就是那個... 賓士車在往後的時候... 我就看他那個... 兩個眼睛... 瞪得非常大... 然後他就... 瞪著那個... 賓士的車屁股... 好像他用那個... 念力... 還是什麼... 還是他用他的那個... 氣氛... 那個... 生氣的感覺... 就可以讓那個... 賓士車停下來一樣... 所以他有點像是... 眼睜睜看著那個賓士... 這樣不斷倒退... 然後他就這樣... 像一個美人魚一樣... 倒... 倒坐在地上... 然後這樣看著那個賓士的屁股... 然後... 當下... 他真的什麼都... 他也沒有逃掉... 也沒有跳起來... 也沒有罵... 什麼都沒有... 他就瞪大眼睛... 瞪著那個賓士屁股... 呵呵... 我覺得那個畫面... 其實滿有衝擊性的... 就是... 到底他是... 因為傻掉了... 還是怎麼樣... 我也不知道... 那反正就是... 後來另一個... 那個機車騎士... 騎到... 那個賓士的車窗... 然後就趕快敲... 然後跟他說... 啊... 你撞到人了啦... 後面倒一個人啦... 你下來看啦... 然後就那個... 黑賓士的人... 下來一看... 然後我就一看... 應該是... 五六十歲的大媽... 他完全不知道自己撞到人啦... 就是你... 你照理來講... 你的車子... 砰一聲... 發生什麼大的... 聲音... 你應該會知道就是... 要嘛是有人撞到你... 或者是你自己... 撞到別人... 結果他完全沒有發覺... 還繼續倒車這樣子... 我也不知道到底是怎麼回事... 反正這個... 這件事情我看到這邊... 喔...反正人都安全了... 我就騎著我的U-bike走了... 我也忘了拍照... 其實應該把它拍起來... 算是一個... 很精彩的一個... 人生的故事... 反正就是... 台灣的... 台灣的路上啊... 真的有的時候會... 會... 會看到一些就是... 匪夷所思的事情... 完全... 不懂到底為什麼會發生這種事情... 然後關於交通啊... 我另一個就是... 另一個... 印象很深的故事... 我來調一下... 另一個故事... 就是... 是我... 我朋友說的一個故事... 它比較不像是交通事故... 或者是... 什麼的... 但是... 總之... 也是一樣是一個很精彩的故事... 讓我先喝一下我的... 我的紅茶... 要真的要來說的話... 它應該是比較像是那個... 比較像是發生在台灣道路上的一件... 惡作劇... 它其實也不算是... 不算是... 什麼交通事故... 它比較像是惡作劇這樣子... 那事情是這樣... 就是... 有一天我的朋友... 我的朋友其實是一個雞拍人啊... 就是一個很討厭的人... 反正... 反正他那天就是過馬路嘛... 然後有... 他就是為了搶那個... 搶那個最後一秒過馬路的那種人... 所以他就... 跑過去的時候剛好跑到那個... 那個... 那個叫什麼... 分隔島那邊... 然後就紅燈了... 然後... 車子就綠燈了... 所以他就卡在中間不能動... 然後車子這個時候就是... 跑一跑... 他在中間等一等... 然後就... 結果他就等到了下一個紅燈這樣... 欸...其實我有忘記... 應該不是這樣... 但是反正就是... 喔... 應該是因為... 有一個那個... 反正他們內線道... 車子的內線道有一個是有左轉... 左轉... 就是可以... 呃... 當... 當所有的車子都紅燈的時候... 他是可以左轉... 然後進到前面那個巷子的那個... 然後... 但是他就站在那個... 分隔島上... 然後反正就是... 車子就一直... 開一開嘛... 然後後來就是... 四周的那個... 燈都紅了之後... 那照理來講... 那個左轉燈就亮起來了... 那... 最靠近那一側的... 那一... 那一排車子的... 就可以開始... 左轉進那個巷子... 然後他還是卡在分隔島上... 因為那個... 人行道的... 斑馬線的那個紅綠燈還沒亮... 因為就是... 車子要左轉... 所以他就... 海鮮不會亮起... 結果他就發現那個... 停在... 停在馬路的... 第一輛的那個車子... 動都不動... 就沒有在動啊... 那後面的車子就很不爽... 後面的車子就... 巴巴巴... 狂巴... 可是奇怪... 前面那台車... 還是動都不動... 然後後面的人... 就已經搖下車窗... 都要正準備罵了... 然後我... 我同學... 我的... 我的朋友... 這時候就很悲懶... 他做了一件很好笑的事情... 他... 他就... 先這樣看看那個... 第一輛車前面的人... 然後接下來他就... 跑到第二輛車那邊... 那... 第二輛車他... 因為很生氣嘛... 就奇怪... 因為綠燈了... 你還不走... 火氣很大的那種... 然後是一個男生... 然後他就... 趕快跑到那... 第二輛車前面... 然後第二輛車... 就... 看他怎麼會跑過來... 他也是覺得有點奇怪... 可是他又很生氣... 巴巴巴... 然後就問我朋友... 他...什麼... 他... 怎樣啊... 都不走喔... 然後結果我朋友就跟他說... 趕快打119... 他好像死掉了... 然後結果第二輛車就嚇傻... 蛤... 什麼... 死掉了... 然後我朋友就說... 他又看到他那個... 原本是充滿那個... 憤怒... 那個氣氛... 然後瞬間... 那種... 午外雜陳的感覺... 好像有一點愧疚... 又有一點驚慌... 然後第二輛車... 就... 他愣了一下... 蛤... 要怎樣... 然後我朋友就趕快再繼續跟他說... 快叫救護車啊... 然後就... 第二輛車的那個駕駛... 就趕快... 就是... 開始摸身上... 然後就... 趕快去找他的手機出來... 結果... 這個時候... 很有趣的一件事情發生... 就是第一輛車... 轉彎... 往前開始滑行... 然後轉彎就轉出去了... 然後... 第二輛車的人就... 欸... 抬頭... 傻在當下... 我朋友... 這個時候就趕快趁那個... 趁他轉走之後... 他就趕快跑了... 你們知道他做了什麼... 他就只是為了要下下那個... 第二輛車啦... 他就... 看了一下... 看到那個... 第一輛車可能只是在滑手機... 或者是什麼... 愣在當下... 所以他就跑過去跟第二輛車說... 第一輛車的那個人... 可能... 心臟病發或什麼... 出事情了... 然後他... 他... 他... 他跟我們講的時候就是跟我們說... 他只是想要看看... 就是... 如果說... 你後面那個人他... 那麼緊張... 那麼... 應該是說... 你後面那個人那麼生氣... 到底是... 那個... 國外有一個說法叫... road rage... 就是說... 你在開車的時候... 然後你的那個... 情緒特別的暴躁... 特別的不穩定... 他就在想說... 這麼暴躁的情緒下的人... 你會忽然... 知道說... 前面那輛車不是故意... 擋在那邊的... 他其實是... 有... 發生了一些事情... 也許是... 是有急事啊... 或者是說有緊急狀況... 所以才... 停下來... 那... 他想要知道... 後面那個人... 會有什麼的... 什麼樣的... 反應... 或者是說... 那個表情... 會是什麼樣的狀態... 但反正就是他... 鬧完了人家... 做完這個惡作劇以後... 他就趕快落酸... 跑走了... 反正就是一個... 很北爛的人啊... 但某方面來講... 我也不知道... 就是... 後面那台車的那個人... 會不會因此就... 以後會對... 路上人會好一點... 反正這種事情我覺得... 就是... 有的時候其實你在... 呃... 你在車上啊... 或者是你在機車上面... 他其實差的時間就是差... 也不知道多少時間... 就差那5分鐘... 10分鐘... 包括我自己如果在趕時間的時候... 其實差那5分鐘跟10分鐘... 我覺得... 在現代... 好像也是... 還好耶... 因為... 因為我們以前如果說聯絡比較不方便... 如果真的遲到5到10分鐘... 別人是要乾等在那邊... 然後或者是說... 他完全不知道你今天會不會來... 所以那個時候被放鴿子... 其實是... 是一件... 常有的事情... 但是我們現在每個人都有手機... 然後每個人聯絡都這麼方便... 如果說... 你跟對方聯絡的時候... 然後對方完全沒有回應的話... 通常也是因為... 他可能就是在騎車了... 他也許就在開車了... 所以不方便回應... 那你就知道他人快到了... 不大可能有那種就是... 很誇張的事情... 當然也是有例外啦... 有些人可能會睡過頭什麼的... 所以就一直沒有回應... 但是... 對啊... 除去呢... 那一些事情... 我覺得就是... 在... 在路上其實大家都... 大家都... 不知道為什麼耶... 就是情緒跟那個心情都會變得... 非常的暴躁... 我常常看到一些... 很急著送貨的... 或者是說很急著... 急著開... 開車的... 貨車司機啊... 或者公車司機啊... 或者是說一般自用車... 不知道在急什麼... 就會一直變換車道... 然後一直... 當然如果... 這個時候我覺得... 其實有的時候是缺乏一個溝通... 你知道嗎... 如果說... 他在變換車道或是什麼時候... 然後全部附近的車都知道... 啊... 他小... 他... 他老婆在醫院快要生了... 那大家都會原諒他嘛... 對不對... 然後或者是說... 像剛剛... 那樣的情況... 就是... 第一台車都不動... 然後第二台車很神奇一直按喇叭... 那如果說... 你後來才發現... 欸...第一台車前面... 走過一個老先生... 他就只是在讓那個老先生... 那這時候你第二台車你會不會覺得... 哎呀... 不好意思欸... 剛剛... 狂按你喇叭... 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 有的時候其實真的只差... 只差幾秒鐘... 不知道為什麼... 大家在路上就是會... 特別的受不了... 唉... 其實這禮拜... 這禮拜... 這兩個禮拜... 還是來講一些關於... 有一些喜劇的東西喔... 與其說是喜劇不如說是... 創作的東西... 這兩個禮拜其實我... 有點陷入一個... 就是... 其實是一樣的一個... 一個瓶頸喔... 我覺得所有的創作者都有這樣的瓶頸... 就一方面呢... 就有一個... 會... 其實簡單來講就是說... 一方面我們會有一個... 藝術家的性格... 就是我們會有一種... 呃... 我想要做一個... 很棒的東西... 我想要做一個... 我自己覺得... 還不錯的東西... 但是另一方面... 那個東西不見得是... 給... 最多人... 喜歡的東西... 那當然你在做創作的時候... 你當然是希望... 啊... 我的東西希望能夠讓... 更多人喜歡... 然後讓更多人看到... 可是有的時候這兩個方向啊... 一個是任性的做自己喜歡的作品... 然後另一個是... 希望可以讓更多人看到... 讓更多人... 欣賞自己... 這兩個有的時候方向是... 有的時候方向是相反的... 所以它其實就是一個... 掙扎跟權衡的一個過程... 就例如說有很多... 很厲害的... 不管是... 就獨立音樂的... 歌手嘛... 反正他們... 呃... 有些是饒舌的啊... 然後有些是... 有些是做搖滾的啊... 有些是做... 我也不知道... 那個... 重金屬搖滾的啊... 那他們... 創作的東西... 永遠都是... 其實就是某方面來講... 你會... 你一定知道... 你一定知道說... 如果你唱... 嚷嚷上口的歌... 或者是說你... 你唱... 情歌... 的感染力最大嘛... 大家一定都可以... 可以投入在你的那個... 創作裡面... 但另一方面你會覺得說... 我就是不想要做情歌... 我就是想要做怎麼樣的東西啊... 我就是想要怎麼樣... 那它... 它基本上就是一個... 兩邊的拉扯跟權衡... 然後最近我... 有的時候也會陷入這樣的感覺... 到底不是說我這個Podcast... 或者是說... 或者是說... 我那個很廢的那個... 寺廟短片的問題... 而是... 而是... 在寫笑話這件事上面... 能夠讓大家最有感的通常就是... 呃... 接受度也比較高的是那種... 很輕鬆的觀察型笑話嘛... 我們其實可以從... 從... 很多的方面可以看得到... 例如說... 大家就是... 很喜歡博恩的那樣的風格... 就是有點聰明... 然後都跟生活有關... 然後有一些... 人家反應會比較... 不一樣的twist... 然後其實... 大家對於... 那種挑戰... 社會道德底線的... 玩笑的接受度也是比較不大... 你如果說你一直想要去... 去...去...去推那個東西... 硬推那個東西的話... 事實上是會遍體淋傷的... 尤其是... 如果... 功力還不到的話... 啊...功力我們先不要談... 但是就是... 事實上在台灣社會還是會遍體淋傷... 你的確還是會吸引到一些很小眾的... 會喜歡你的... 但是... 比較開心的笑話... 比較... 呃... 大方的人格... 還是... 還是一個主流啦... 反正有時候就是... 我也是會想這種事情... 然後... 有時候會想說... 那我的表演方式啊... 或者是說我的... 一些編排是不是要做一些調整... 然後就是為了... 為了... 為了... 讓更多人看到我... 這種感覺... 那我覺得這就是一個... 很矛盾的疑惑啦... 所有創作者都會有... 過這樣的... 念頭... 那... 其實我也不知道要怎麼去... 要怎麼去... 嗯... 要怎麼去... 紓解這樣的情緒... 所以... 但是這種情緒就是... 在人生的... 每一個... 路途中... 其實都會出現... 好像就只能... 繼續的走... 自己想要走的路... 然後... 好像也就這樣... 就是繼續走... 好像也沒有辦法... 做... 任... 什麼樣的調整... 或什麼的... 也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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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整的也... 也沒有什麼不好... 也... 也沒有任何的起色啦... 其實... 但... 有的時候都是自己想太多... 其實還是要... 這種感覺有點像是... 還是要... 還是要... 還是要愛自己吧... 還是要喜歡自己做的東西... 我覺得喜歡自己做的東西... 絕對是... 能夠走的比較久... 那如果說... 在一路上有人... 一樣也是... 喜歡你這樣的東西的話... 我覺得... 那應該是還蠻開心的一件事情吧... 總之呢... 這禮拜還是陷入一個... 那個... 最近寫... 寫笑話的確是... 越來越辛苦...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寫的比較慢啦... 但是其實還是有一些想法會跑出來... 反正就... 順其自然... 大家也看到就是... 我現在有這個... 很酷的一個... 腳架... 希望以後啊... 就是錄音的時候可以... 可以擺出各種不同的姿態... 然後... 也能夠... 比較輕鬆一點啦... 因為我之前就是在錄這個音的時候... 因為... 因為沒有這個腳架... 所以我都要... 就是有點... 有點駝背... 所以我覺得... 錄起來好像沒有那麼的... 沒有那麼輕鬆... 我覺得還是需要... 還是需要放輕鬆一點... 然後... 才可以... 好... 我也不知道我要講什麼... 最近真的都太累了... 嗯... 好了... 今天就... 大概也半個小時了... 今天就錄到這邊吧... 謝謝大家的收聽... 我是... 張敬偉... 我們下週見囉... 掰掰... 就不記得操縖了... 我們下週見... 對...